哈嘍 因為現在是上課時間 那今天又到我們一個月的那個 跟于拓他們的教育訓練 那這次的話呢 我們可能上個東西 會比較從基礎開始學習 那這邊是那個榮葉 那大家來看一下 其實今天上課的衣服 費衣才能夠 嗯 河山河海 我們把基礎打好 雖然前面的時候 我們是先擁有吊具 然後去跌跌混混混撞撞的 然後在錯誤中學習過程 然後呢 這邊的時候 再來回頭 驗證一些譬如說上課的講義 譬如說 相親二 甘子的部分 U&U 其實老實講我到現在都不知道 樓眼都要這樣講 他真的很美啦 他堅持要在教室拍 然後不能太大聲 然後他就不講話 那我們來上課吧 Let go 這次主要課程是講溪流 陸雅 吊捲載這一塊 他我們這次 集合請我們公司HR的TESTO 跟那個這個MegaBus的測試員 吳怡婷 阿摩 來幫我們擔任這次的講師 跟這次到溪流 捲載的一個指導跟指揮 那待會他會介紹 目前我們在溪流 吐雅的 釣防跟鵝的選擇 還有釣竿的選擇 待會他會由他來做一個 上課指導 大家好 我是HRAS的西元 也是MegaBus的代言 臺灣的部分 主要是這兩年 開始就是有泉載 其實他臺灣延伸 但只是他說從東部 地道西部而已 目前的話 是我們目前在台灣 是最主要的一個釣法 那也是國際盛行以求的一個釣法 那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HR 我們宇托同時 也是主規 吐雅釣法 它很多樣性 而且呢 主要就是環保 現在的趨勢來說 我們用很多的 陸雅 短蟲 你只要看到 日本來一起 一口那種 那種是做環保素材 那這可以分解的 食肉分解之後 它還是會有塑料成分 但是它的塑料不會那麼多 那比起我們 一般像我們釣粉額那一些啊 如果你們有碰過粉額的話 你們知道中國的粉額有多幅度啊 有很多塑化的東西 你吃了之後 會傷害它的食道 跟它的消耗系統 那比一般來說 他們只要吃到 我們要被釣起來都是死掉的 那個是粉額的一個問題 而且它會破壞我們的水質 用蟲蟻蝦枝 或是一些 柏耳以外 本的東西其實都有環境 大概都蠻大的 所以露雅的釣法來說 目前是我們主推的一個趨勢 那硬耳的屬性呢 一般我們會分為四種 你們的包裝上面會看到 或是說魚的背部 或是說它的名稱裡面會看到 它會有 F、S、P、S 它會用底盒 第一個就是F 結果的話 你耳下去之後它會補起來 那這種人的話呢 它的迴避率比較好 因為它會有重量在上面 所以它的身體會比較大一點 那這一關呢 我在使用上面會去迴避那些時候 比較不容易勾搭 然後S、P的話 它是一個懸浮的 就是說我到一個深度之後 它會懸浮在那個眼神 或許它會慢慢扯 或是慢慢溝不一定 因為我們要看我們的水溫 水溫它會有水的體重不一樣 那這種可能 一般他們在秋季或是冬季 在釣到S 我們就是火氣比較低的時候 對他們的釣法而言 他們會有比較好的一個效果 然後S、S就是 就是C米會下沉 就是像我們海邊有浪的時候 你的盒 那在下沉的時候 你的浪上面的流 效果會勉強到你的盒 還有像我們等一下 我們要去吸油的時候 會有水流 這種屬性的效果會比較好 一般的話就是深 它比較深的 那一般來說的話 深板比較長 它深度會從1米到6米 那目前最多的 它有5米到8米 和Luvia的釣竿 什麼是強度 強度就是我們釣竿上面顯示的 Power S、UL、UL、ML 等等等等的這一些 你看到上面的英文標示 那些叫做強度 比較釣竿 但是因為我們台灣人的習慣 不知道為什麼 他會說 我要買什麼MH釣啊 M釣啊、L釣啊 那個釣的中文的解釋 是它的彈性 它的彈性量 而不是它的一個Power 而是它的力量 好 然後再來就是 我剛剛講的是Power Power就是我們的強度 它會有一個 UL、ML等等的這一些英文標示 它只有這幾個英文數字在討而已 那英文這裡面還有一個就是 它的強度的負荷值 我們剛才看到 我們Luvia上面 是不是有一個路牙 L、U、RE 然後會有幾顆到幾顆 或是幾樣式到幾樣式 對不對 那個部分的一個Range 又是在 負荷我們的Power 的範圍 剛才取消變化 這個就是釣竿 它有釣竿的變形量 或是只如果 我們一樣都是500克 但它變形量越大的話 那剛才我們的釣竿 就會所謂比較慢 慢掉 比較慢 所以你的變形量越少 變形量越少 那你的竿子的釣竿就是越快 那越快的話 這個會變成什麼 就是我們的釣竿 外面會有一些選擇 感度一般來說 會取決於在我們竿子的釣竿上面 如果你的釣竿越快的話 那剛才它在釣竿上面 它就會需要比較高感度的 像是德州啊 或是說道釣啊 等等的一些釣竿 在軟竹釣竿上面 除了J格那種曼拖 或是 拼拉貝巴薩那一些以外 有水煮的釣竿以外 它們的慢釣竿都會取 比較快釣 或是中快釣 好 那我們捲載一般來說 我們會比較偏向中 或是中快 不會用到很慢 為什麼 因為今天我們玩捲載的話 一般來說 我們都使用硬能比較多 那硬能的話呢 我們的釣竿來說 你今天是玩 比較低水煮的 所謂低水煮就是說 像Pencil 或是Mino 這種它的水煮沒那麼大 那如果水煮大的話 就是像我們玩的Clink 舌板很大對不對 舌板 或是說我們玩的那個Spinna Bay啊 就是鋪吃兩片 它水煮很大的時候 那你的竿子如果太死硬的話 第一個你拖起來會覺得很 很鈍 因為你的竿子不太會變 然後再來就是你掉手本身 你的手比較不會那麼正 現在中間下個時間 讓我覺得比較想講的是 好像還蠻帥的 那如果你那個就是西釣竿啊 有沒有什麼就是 夢幻的一種 台灣啊 我覺得夢幻的一種就是 那個 東部在哪 東部 伊蘭花蓮 對它是花東那一代的 對它就是 目前來說我們都有 但是因為呢 這個比較分部 比較狹窄 這樣比較很閃 然後大型型的到30幾公分都有 我擺的時候 20幾公分比較多啊 那以我們西部這邊來說的話 有人想要收集什麼 吸吸你 就是我們台灣特有的 吸吸 大概30公分以下 好 我們剛剛上課上完了 開心 其實這講義超有用的 對我來講 對 都不知道啊 對啊 現在的話我們就是 吃個飯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大家最喜歡的環節 釣魚 來 GO 喔 景色不錯耶 喔 喔 看到了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謝謝各位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請記得訂閱 並開啟你的小鈴鐺 記得追蹤我們的IG喔 和我們一起 耀滅吧 如果有興趣加入我們的話 請記得記得 請到我們親家 我們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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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午睡眠 可以嗎 我們下午一下 我們下午